新加坡是一个充满多元文化和现代化设施的城市国家 适合进行深度旅游 以下是新加坡的深度旅游规划 包括景点、博物馆、购物、美食推荐 以及必买办手里、景点、滨海湾花园、Garden Spiler Bay 花虫、Flower Dome 世界上最大的玻璃温室之一 展示各种来自不同气候代的花卉 云雾林、Cloud Forest内有35米高的人造山和瀑布 展示热带山区的植物和生态系统 鱼尾市公园、Marlene Park 新加坡标志性的地标 可以欣赏到滨海湾的壮丽景色 圣桃沙岛、Santosa Island 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 Singapore 适合家庭游玩的主题乐园 C海洋馆、SEA Aquarium 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馆之一 新加坡动物园、Singapore Zoo 以其开放的设计文明 可以近距离观察动物 新加坡植物园、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 世界遗产、拥有丰富的植物和绿地 是放松和野餐的好地方 博物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了解新加坡的历史和文化 亚洲文明博物馆、Asian Civilizations Museum 展示亚洲各国的文物和文化 新加坡艺术博物馆、Singapore Art Museum 集中展示现代和当代艺术作品 科学艺术博物馆、Art Science Museum 结合科技和艺术的展览、购物 乌捷路、Orchard Road 新加坡最著名的购物街 聚集了众多国际品牌和奢侈品商店 滨海湾金沙购物中心 The Sharkside Marina Bay Saints 豪华的购物中心 有许多高端品牌店 阿拉伯街、Aero Street 充满一国情调的街区 有许多手工艺品和独立设计式的店铺 牛车水、Chinatown 有很多传统市场和小店 可以买到地道的纪念品 卖食为首饰中心 Maxwell Food Center 碧市海南鸡饭 福建虾面等当地美食 东海岸海鲜中心 East Coast Seafood Center 享用新加坡著名的辣椒蟹和黑胡椒蟹 小印度 Little India 各种印度美食和甜品 推荐尝试拉茶和印度煎饼 逼买伴手礼 肉钱 Bagkua 新加坡特色的甜咸肉钱 非常适合作为伴手礼 鱼皮零食、咖啡和茶的绝佳搭配 斑兰蛋糕 Panda Cake 蓬松香甜的蛋糕 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味道 南洋咖啡 Nanian Coffee 新加坡风味的咖啡 浓郁香醇 新加坡特产辣椒酱 各种口味的辣椒酱 可以带回家与家人朋友分享 旅游提示 交通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非常便利 建议使用EC Link卡搭乘地铁和巴士 文化礼仪 尊重当地多元文化 尤其是在宗教场所要穿着得体 天气 新加坡气候炎热潮湿 记得携带防晒用品 和充足的水分 希望这份旅游规划 能够帮助你更好地享受新加坡的深度之旅 当地小吃介绍 Chat Gapped 新加坡拥有丰富的多元文化 小吃也反映了这种多样性 以下是一些必偿的当地小吃介绍 海南鸡饭 Henonese Chicken Rice 介绍 海南鸡饭是新加坡的国民美食之一 这道菜由白斩鸡搭配用鸡汤煮的米饭 并配上辣椒酱 姜泥和黑酱油 推荐地点 天天海南鸡饭 Tun-tun Henonese Chicken Rice 位于麦氏威熟食中心 乐沙 Lexa 介绍 乐沙是一种受马来和华人影响的面食 常见的版本是加上椰浆的乐沙 里面有米粉 鱼饼 虾 隔离和豆芽 汤底新香浓郁 推荐地点 加东乐沙 328 Cartoon Lexa 是新加坡最有名的乐沙店之一 沙爹 Cite 炒果条 Chart Crate Tail 介绍 这道菜是由河粉 虾 蛋 腊肠 豆芽和韭菜一起炒制而成 味道浓郁 推荐地点 浮出炒果条 Hill Street Fried Crate Crate Tail 是本地有名的摊味 海南粉 How can we 介绍 海南粉是一种炒面 由虾汤煮的米粉和黄面 再加上虾 鱿鱼和猪肉 炒制入味 推荐地点 中香海南炒面 Chomp Chomp Food Center 是尝试这道美食的好地方 萝卜糕 Carrot Cake 介绍 这道菜是由白萝卜 大根 和米粉制成的糕 再用蛋 虾米 蒜 和酱油炒制 白板和黑板都很受欢迎 黑板是加了甜酱油的版本 推荐地点 红灯笼熟视中心 Hong Lim Market Food Center The Fumaro萝卜糕 Fried Crate Cake 很有名 沙包饭 Clay Pot Rice 介绍 沙包饭是在砂锅中慢慢煮熟的米饭 搭配鸡肉 香肠 香菇和蔬菜 味道浓郁 推荐地点 奇祥沙包饭 Galen Clay Pot Rice 是非常受欢迎的沙包饭餐厅 烧买 Bake Cocktail 介绍 烧买是一种由猪骨熬制的汤 配上猪排骨 通常会搭配油条和蒜泥 推荐地点 黄雅系肉骨茶餐厅 Somphaback Cocktail 是知名的肉骨茶店豆花 Toughway 介绍 这是一种由豆腐制成的甜品 常常加入糖水或糖浆 口感滑嫩 推荐地点 罗杰杰豆花 Rocco Original Binkert 是一家受欢迎的豆花店 羊肉汤 Caming Soup 介绍 羊肉汤是一道受马来文化影响的汤品 由羊肉和香料熬制 味道浓郁 推荐地点 海岸路羊肉汤 Hegi Mabdor Rosex School 是著名的羊肉汤摊味 这些只是新加坡多种小吃中的一部分 每道小吃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历史 值得一试 希望你能在新加坡享受到美味的小吃 在新加坡购买伴手礼时 有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选择 以下是一些必买的伴手礼推荐 肉钱 BagCraw 介绍 肉钱是甜咸口味的烤肉片 通常是猪肉制成 它们香甜可口 非常适合当做零食或伴手礼 推荐品牌 林志源 Ling Cheek One 美真香 B-Chen Hai 斑斓蛋糕 Pandan Cake 乐砂酱 Lexa Paste 介绍 健康 乐砂酱可以带回家做出新加坡的特色 乐砂汤 仿便又美味 推荐品牌 Prima Taste 辣椒螃蟹酱 Chilli Crack Sauce 介绍,新加坡著名的辣椒螃蟹酱料,可以用来做出地道的新加坡辣椒螃蟹 推荐品牌,Jumbo,Prima Taste,鱼皮零食,Fish Skin Snacks 介绍,脆脆的鱼皮零食,通常会有盐味或咸蛋黄味,非常受欢迎 推荐品牌,Erwin's Salted Egg,Golden Duck,凤梨酥,Pineapple Tarts 介绍,这些小酥饼里面包着甜甜的凤梨馅,是新加坡过年时常见的点心 推荐品牌,Bango One Solo,La Confectionary Pastry,南洋咖啡,Nanian Coffee 介绍,新加坡特色的南洋咖啡,口感浓郁,适合喜欢咖啡的朋友 推荐品牌,要看Kaya Toast,Toast Box,风味糖果和巧克力 Local Flavor Sweets and Chocolates 介绍,具有新加坡风味的糖果和巧克力 如乐莎,辣椒螃蟹,斑蓝等口味,非常有特色 推荐品牌,Chocolates by Fasa,Erfly Chocolate,它也将Kaya Jam 介绍,这是一种用盐奶,鸡蛋和糖制成的甜酱,常常用来涂在烤面包上,是新加坡早餐的经典搭配 推荐品牌,要看Kaya Toast,Kelini Caprician,各种香料和调味品,Spices and Seasonings 介绍,新加坡是香料贸易的重要枢纽,各种香料和调味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如胡椒粉,卡里粉等,推荐品牌,Shinsung,Nook Fair Price,药油,Medicated Oil 介绍,如虎镖万金油,Tiger Bung,非常适合作为健康保健的小礼物 推荐品牌,Tiger Bung,Eagle Brand,珍珠奶茶礼盒,Bubble Tea Gift Sets 介绍,包含珍珠和茶叶,可以让你在家中自制珍珠奶茶 推荐品牌,利A臭,Koy,这些伴手礼不仅代表了新加坡的特色风味 还能让家人和朋友分享你的旅游经历 希望你在新加坡能找到满意的伴手礼 新加坡的气候主要是热带雨淋气候,整年高温潮湿,雨量充沛 以下是新加坡不同季节的天气介绍 春季,3月至5月,气温,春季气温舒适,约为24摄氏度至32摄氏度之间 降雨,降雨量较少,但仍会有经常性的短暂震雨 夏季,6月至8月,气温,夏季炎热潮湿 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之间,有时会更高 降雨,夏季是新加坡的湿季,降雨量较多,经常下大雨或雷震雨 但通常持续时间不长 秋季,9月至11月,气温 秋季气温与夏季相似,仍然炎热潮湿 约为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之间 降雨,降雨量开始减少,但仍可能有时下大雨 冬季,12月至2月 气温,冬季气温较为凉爽,约在23摄氏度至31摄氏度之间 偶尔会出现较低的温度,降雨,降雨量相对较少 但仍会有短暂的震雨 特殊天气现象 雾霾,有时会受到来自周边国家的雾霾影响 尤其是干季时期 热带风暴,新加坡位于热带气候带 偶尔会受到热带风暴或台风的影响 导致短暂的强降雨和强风 旅游建议 天气炎热潮湿 挖出活动时记得携带足够的水分和防晒用品 计划室外活动时 留意天气预报 随时准备应对突然降雨 注意穿着轻便透气的衣物 以及舒适的鞋子 以应对高温和高湿度的天气 无论何时造访新加坡 都应该准备好 应对热带气候带来的各种天气状况 并根据当地的天气情况 合理安排行程 在新加坡旅游时 有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享受旅程 健康与安全 饮用水 饮用自来水是安全的 但如果你对水质有所疑虑 可以选择饮用瓶装水 食物安全 新加坡的食物安全水平很高 大多数餐厅和摊位 都符合卫生标准 但仍建议选择热闹的店面用餐 并确保食物煮熟 蚊虫防护 由于气候潮湿 蚊虫较为常见 因此建议携带蚊帕水 和其他防蚊用品 并在夜间穿着长袖衣物 文化礼仪 尊重当地文化 尊重当地的宗教 传统和文化 穿着得体 并避免在宗教场所 穿着暴露 禁止绝冰狼 在新加坡绝冰狼是非法的 为者将受到严厉处罚 禁止吸烟 在公共场所吸烟是被禁止的 包括室内场所 交通工具和大部分户外场所 交通与安全 使用公共交通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发达 是最方便的出行方式之一 可以避免交通拥堵 和停车问题 小心交通规则 遵守当地的交通规则 包括过马路时 等待红绿灯 使用人行道等 保护个人财物 保持警惕 随时留意个人财物 尤其是在人多的地方 如是中心 购物中心等 紧急情况 紧急求助 如遇到紧急情况 可拨打警察局 999 或救护车 995 医疗设施 新加坡的医疗设施水平较高 但如果需要医疗服务 可以前往医院或诊所就诊 货币与支付 新加坡币 新加坡币 SGD 是当地的货币 大多数地方都接受信用卡支付 但携带少量现金也是方便的 小费 在新加坡 一般不需要给小费 餐厅通常会包含服务费在内 环境保护 节约用水 由于新加坡的水资源有限 请注意节约用水 垃圾分类 支持当地的环保工作 垃圾分类和回收 是重要的环保措施 遵守当地法律和文化习俗 保持礼貌和尊重 这将有助于你在新加坡 度过愉快的旅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